农业消息一起来关心文丹佑 瑞士乡农会承办的花莲县文丹佑评鉴比赛 将在明天8号上午如期举办 而今天佼佼比赛佑的45位佑农当中 佑将近三分之一皆为返乡青农 而每一位都对自己用心栽种的文丹佑品质深具信心 佑农带着参赛文丹佑一车一车的来报道 瑞士乡农会推广部人员点收称重贴风条一片忙碌 瑞士乡农会主办的花莲县文丹佑评鉴比赛 参赛的佑农今天绞交11公斤 总共20箱的文丹佑来参赛 除了老佑农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年轻佑农报名挑战 传承文丹佳业 对于自己用心栽种的文丹佑深具信心 你是第一次就对 对啊 有没有信心 有 怎么会有那个勇气想说来挑战 想说为自己往后孤怒吧 总不能说一直靠老人家那个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传承 对这也算是一个传承 那对你自己今年的文丹佑有没有信心 当然有 那今天卖的怎么样 今年你的文丹 今年不错 都卖完了 今年疫情期间 虽然国人消费力降低 但是又浓缩 数量有减少一些 但是整体买气并未下降 农会也高规格办理文丹佑评鉴比赛 透过产官学界专业的评评 提升农民生产技术 也为消费者品质把关 那我们今年度 我们这个办理花莲线下 我们文丹佑评鉴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报名的人数有45户 然后我们预计在 我们明天的早上9点 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同志院 也就是我们推广股这边 办理这个评鉴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邀请到各学者 及我们的政府单位 来当我们的这一次的评审 今天完成参赛文丹佑的 佼佼作业后 45位佑农 每人佼佼20箱 总共200箱的文丹佑 明天8号将在瑞税同志园 共同搅筑文丹佑金牌的殊荣 也欢迎乡亲民众 一起来共享盛据 记者石玉兰瑞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